庞德在阵前一箭射中了关羽 他是催马舞刀 就想把关羽杀死 就在这时候 忽然间他阵声罗响 庞德一愣 今个出战的时候我已经传过令 不让戴罗 因为我战关羽关平已经两次了 正在要取胜的时候 罗声就想了 庞德很不痛快 今天有于晋将军给我督阵 我想不会明金了 怎么又想罗了呢 难道说是于晋将军传的令吗 今天为了取全胜 我抗令了 不管你 自己又一想不行 罗声响得这么紧 是不是有人偷袭我的大营 哎呦 那可不得了 我得回去看看 庞德这才把马圈回来 他圈回马来这么一看 他这阵上很平静 根本没有人来袭击他 这怎么回事 他问于晋 谁在明罗 于晋往前一代码 是我 哎呀于将军 我眼看就要取关羽了 您怎么这时候筛罗呀 于晋心里说 我不筛罗 那你要是得了大功 我怎么办呢 所以说庞德万万没想到 他是先锋官 于晋是主帅 居然呢 在关键时刻 这主帅扯先锋官的轴 庞德做梦也没想到啊 于晋呢 早就把词想好了 领明 你不能再注意了 唯恐你啊 中了关公的计策 啊 于将军 他有什么计策 哎 你哪里知道 那关云长啊 文武双全 智勇过人啊 你以为他是败下去了 说不定他是诈败 哎呀 绝不是 大将军他已经中了我的剑了 虽然中了你一剑 但是也不见得你就获全胜了 这话怎么讲啊 不要再说了 常言说得好 谨行无好步 你跑得太快了 就要跌跟头啊 再说了 魏王有令 再三告诫我们 与关羽作战啊 一定要格外小心 不可大意 收兵 嗨 庞德叹了口气 怎么他没得说了 于晋把曹操搬出来了 说魏王告诫过 庞德知道 于晋呢 那是曹操手下 几十年的老将了 那是古功之臣啊 自己哪比得了人家 一出兵的时候 那么你知道曹操向于晋交代过什么呀 他只好忍气吞声 强压怒火 跟着于晋收兵了 于晋这招还真灵 我说你 你不是不服吗 魏王曹操你得服吧 有的人就是这样 当他没有本事了 无计可施了 又怕别人比他强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搬那个权威重的人 说某某某说了 你都无话可答呀 当然提的这某某某得位高权重啊 因为是人微言轻 说某某小族曾经说过什么 他说不说能怎么着呀 于晋这一个大帽子 就把庞德给压住了 第二天庞德又出兵讨战 关羽大营是营门紧闭 高悬免战的 关平吩咐了 说是曹军来讨战 不理他 他要是骂朕 咱们就给他来个锣鼓齐名 为什么干扰他一下 等军侯剑伤好了再说 关公虽然中了庞德一剑 好在剑伤不中 就是说射的不深 回到大营之后 赶快包扎上药 可是文武都很紧张 关公倒笑了 他笑什么 你看看 我居然让庞德给射了一剑 这个家伙还是有点诡计的啊 关公真的站不下庞德了呀 那怎么能呢 说实在的呀 关羽是确实没把庞德放在眼里 真把他当成了无名小族了 别说庞德 就是庞德原来的那位主帅 马超 关羽也没福气 刘备在西川收了马超之后 不是败将封侯了吗 关羽不是让人给诸葛亮带过信吗 他告诉军师我要到西川运马梦骑 较量一番 诸葛亮不是给关公回了封信吗 说马梦骑虽然勇猛 但是他只能和张飞相提并论 怎么能比得了你美然功呢 关公这气才消了 您想想他怎么能看得起庞德 庞德在关公的眼里啊 也不过就是个娃娃吧 那么关公跟他第一次会面的时候 打百事回合为什么没把庞德杀了呢 关羽呀还有点不忍 一是因为庞德的旧将马超啊 现在福宝汉中忙 第二呢 庞德这仗打得挺新鲜 关羽觉得庞德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啊 我打了大半辈子仗了 还第一次遇上这么一个抬着棺材跟我拼命的 所以啊 关公青龙刀下留着情呢 这次中箭 关公误以为庞德使的是拖刀技 没想到他把刀挂起来 砰 来了这么一箭 射箭之前又虚晃了一招 总而言之吧 庞德是侥幸啊 打了这么一次胜仗 作为关公呢 那就是说老虎啊 还有打盹的时候呢 就稍一疏忽 中了他这么一箭 所以啊 关公乐 就说这箭中的窝囊 明天我非把匹夫庞德捉来不可 关平 衣冠 还有所有的文武都劝 二军侯 宁可不能出去跟他打去了 庞德算个什么勇将啊 他像一匹无龙头的野马一样 是连踢带咬啊 您的剑伤未痊愈 说什么也不能再跟他去打了 就算强把关公给劝住了 这一劝住关公啊 哇 庞德那边是精神被震啊 因为他骂了好几次了 关公都迎门紧闭 不敢出战 庞德气势汹汹 找于进来了 大将军 你赶快起兵吧 关公完了 把于进吓一跳 啊 怎么见得呢 哎 现在他是闭门不出 高悬免战 说明啊 关于 剑伤很重 这一剑就让我射了个半死 您要谁出兵呢 今天咱们就能打获全胜 直取荆州 哼 于进一听岂有此理 哪叫以一代劳啊 啊 以一代劳不错 领名啊 关于的人马 是兵强马装 他怎么能够闭门不出呢 你可千万不能冒失进兵 哎呀 于进将军 庞德都有点急了 他拱手实力 您可不能一物军机呀 关于是军中之主帅 主帅带了剑伤 眼看着他不能出战 这是个多好的机会 您把七路人马往前这么一发 咱这不是叫大伙全胜了吗 于进摇了摇头哪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啊 灵明你怎么不想想魏王派咱们到这儿来世界樊城之尾呀 帮助曹仁将军守住樊城 啊 盘德听到这儿急着直搓手 不能光守咱们也得打呀 谁说没有打呀 咱们不是和关于见过几个阵仗了吗 那怎么能行啊 就这么几仗就算完了 咱们取关于得荆州 你想的容易呀 咱们这次带来的人马 都是魏王亲自挑选的 七路精兵啊 如果咱们长驱直入 一旦中了关于的计 全军覆没 你怎么向魏王交代 呃 这个 魏王有戒 不让我们贸然行动 一定要谨慎为上 尤其是与关于作战 灵明 你应该三思啊 又来了 于晋又把曹操搬出来了 一搬出曹操来 庞德就没得说了 哎呀 急得庞德只咬咬 于晋瞅了他眼 这眼瞅得可大有文章啊 心说你庞德要干什么呀 就凭你这么个小小的降将 自从你在魏王跟前讨这颗先锋印的时候 我就不喜欢你 有你这么打仗的 抬着口棺材来 你这叫什么作战的将军啊 啊 居然你射中关于一箭 你打听打听 魏王手下这么多的上将军 谁射中过关于一箭 你这脸露得够大的了 我还让你咋唬 你再这么咋唬下去 我往哪摆啊 于晋不理他了 庞德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瞪眼看于晋不进兵 他也没办法 只好天天去讨战 于晋一想 我得怎么把他压住 嗯 有了 领明 我跟你商量个事吧 大将军 您有何吩咐 我看咱们两个把人马分开得了 前面不远 有一座谷口 叫曾川口 你可以把人马带到那儿去 我呢 陈兵于汉江江岸 我在这边不动 你把人马拉开 咱们两个成鸡脚之士 以防关于 来攻取 说的多好听 当时庞德没明白 他一听大将军这个安排可真不错 我就按令而行吧 庞德哪知道 于晋把人马拉出来之后 他正好压着庞德一头 就是抢出去一块 他怕庞德抢攻 你总去讨战 总去讨战 我要在前面挡着你 我看你怎么办 庞德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一层 他还叫这于晋是好意呢 他就把人马带出来了 在曾川口扎住了大营 庞德又想去关公营前讨债 不行 怎么回事 下雨了 现在不是秋季吗 秋雨连绵 这两天这雨呀 下的还挺紧 是大一阵小一阵 哗啦哗啦一个劲的下 这一下雨江水猛涨啊 下的两边的军校都挺烦 这泥一把水一把的 这仗怎么打呀 关公这几天 见伤可好多了 他亲自带领着关平啊 出来巡查几次 他这么一看 于晋怎么和庞德 把人马分开了呢 哦 关公明白了 他们这是要成鸡脚之势 主要为了保凡城 这两少人马好互相呼应 我要打庞德呢 于晋就来增援 打于晋 庞德就出兵 那么我得先娶谁呢 关公一时啊 也拿不定个主意 天气还这么坏 关公的心情很烦躁啊 破不了于晋的欺君呢 就取不了樊城 打不了曹仁呢 你别听关羽这么说 说那庞德庞令明 不过是个小娃娃而已 可也挺不好取呀 因为曹仁派于晋来所率的这七路人马都是精兵啊 一时取不下 进不了兵 两下就这么对峙着 长期在这儿耗着 那怎么能行呢 这关公怎么能不着急呀 他看书也看不下去 一边看着书啊 他一边想着对策 帐外的雨又大起来了 现在天已经很晚了 关公一抬手 他想打一打的灯花 怎么一抬手啊 那袍袖啪 一扫 把岸上的那茶杯啊 打翻了 哗 这水躺了这么一桌子 书也湿了 嗯 关公一愣 他是拍案而起呀 当时传令叫关平 随我来 关平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准备语句 随着父亲 走出了大营 心说这么晚了 父亲要去看什么呀 关公带着关平 和一些亲随小校 找一高处 是登高远了 看了半天呢 身上衣服都淋湿了 关公是碾然一笑 二次翻回大仗 当时传令 让关平多倍传之 率三千精兵 干嘛造木法呀 日夜制作是越多越好啊 关平愣了 怎么回事呢 他觉得奇怪 这陆地作战 造木筏子干嘛呀 再说这边都是山呢 在山里边打仗 弄个木筏这玩意多别扭 这不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 两军对峙 耗了这么些日子了 再打些木筏子 你这又何必 他就跟关公商量 父亲 你这陆地作战 要这么些船只木筏干什么呀 关公把脸忘下这么一沉 让你去安排 你就至管去准备 无需多问 答听什么呀 是 孩儿尊名 关平不敢再问了 有令则行啊 赶快做木筏子去吧 把关平打发走了 把周苍找来 关羽让周苍扶尔过来 我给你五千精兵 你必须如此这般 周苍领命 也走了 周苍比关平还忙呢 他就准备草带子 弄土 临修 带稿 干嘛呀 让他去上哨啊 压住水头 就是让他去憋水去 这两天于晋干什么的 于晋是按兵不动 不但他自己不动 他也不让庞德动 于晋派人到樊城 去告诉曹仁呢 曹仁将军 你只管放心 我七路人马 列在岸边挡住关羽 你能把樊城守住就行了 咱们见魏王就有个交代了 只要别让关羽得过樊城 推兵北进 咱们呢 就算对得起魏王千岁 于晋这想法呢 他自己觉得还是挺周传的 可是他手下有一员偏将 叫成和 这成和经常率领人马 是巡迎廖少 成和站在江边一看啊 哎呦 这水这么大呀 汪洋汪洋的 汪洋大海嘛 这不是大海 这是江 江也烧不了 眼看这江水就要漫过江滴了 成和呀 跑进了大帐 回禀于晋 大将军 大师不好了 于晋吓了一跳 出什么事了 骑兵将军这两天雨水太大了 汉江水猛炸 咱们把人马扎在江边大陆这啊 这不行啊 这 请您是赶快拔营 于晋一听就为了这个呀 我当什么事呢 吓了我一跳 无故拔的什么营啊 这是一派胡言 为将者应该上小天门下之地理 我跟随魏王争战多年 这么点常识我能不懂吗 我能把七军扎在这儿 为什么呀 我这儿地势高 水势再大也淹不着我 再说了 实在不行 我还可以背水一战 拔营起斋 你这不是祸乱军心吗 奔当问罪 还不退下 把这位偏将成和给轰出来了 成和站的大帐外边 顶着雨在这儿站了半天 心说哎呀 我的话语 晋将军怎么听不进去呢 听不进去 您出来看看 这江水太大了 真要有点危险可怎么办呢 万一人家要是水攻我们呢 你以为关羽想不出这个办法来吗 不行 我得找先锋官去 成和上马呀 跑得曾穿口来了 庞德这两天也逆为的不得了 他吩咐人把那大棺材 抬在那大帐里边来了 别在外面那么娇着了 稀里哗啦的 木头都临走了 以后怎么装关羽呀 他还没忘这茬呢 抬关大战还得干呢 刚把棺材抬进来 有人来禀报 说成和求见 嗯 庞德一愣 怎么 难道说我们于晋将军要想进兵了吗 这都没准啊 快请他来见我 成和进来 是满面愁容 双眉紧皱 庞德一看你怎么了 成和将军 哎呀 庞仙丰 您看看方才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我劝于晋将军 他不听啊 那关羽不但能争惯战 而且足智多谋 如果人家要再上哨 把口子都给堵上 哗啦一下 把那口子一扒 我说庞仙丰 咱们可就得全军覆没呀 好 庞德让他给说愣了 真是的 我说成和将军 我扎营这地方叫什么 增川口啊 哎呦 庞德差点蹦起来 如果不是成和这一说呀 他还真麻糊了 增川口哪个增啊 就是钓鱼 渔翁用的那鱼增 鱼要到那里边 还想跑啊 庞德好紧张啊 我说成和将军 你来提醒的好啊 大将军于尽 不是不拔债不起兵吗 我挪个地方 咱别在这儿待着了 现在什么时候了 现在三更已过 快快快 庞德刚要传令说声仗 他这话还没等出口呢 猛然间就听远处里 好像平地打了个劈雷 无路咤 喝 紧跟着就万马奔驰之声 山虎海啸式电闪雷鸣啊 庞德一听不好 他一个剑步 尤打的大仗里就跳出来 吩咐人赶快备马 庞德刚上了马呀 他举不望远处这么一看 白亮亮的那水头啊 不下级杖高 坏了 怎么了 周仓在上哨 已经把口子扒开了 这水呀 是平地往前推呀 跑吧 哪儿跑啊 水火无情 等你看见了 那就到了跟前了 这发大水呀 干净不是说光是那水发下来就完了 就从你脚底下 那地里边啊 就蹭蹭的往外窜水 哪儿全是水呀 那大树一两个人搂过来那么粗 怎么样一逛 连根拔呀 房子呀 就一股烟就没了 可把庞德紧张坏了 他立刻传令点炮明金 什么也来不及了 炮啊 都点不着了 怎么回事 要撵子全潮了 都让水泡了 哎呦 这曹军是到处逃到处跑哦 一眨眼的工夫全飘起来了 都成了河飘子了 有的在水里冒了那么两冒 再也没影了 那是不会水的 有的那会水的抱着块木头 就满世纪这么飘游着 于晋呢 于晋比庞德这儿还惨呢 刀毛器械锣鼓帐篷全让大水冲跑了 于晋呢 带着手下几元偏将 跑到那小山头上去了 庞德遥望于晋 看得很清楚就是过不去 庞德呀 带着城河还有董恒董超二将 以及他手下的一些亲军小校 也就是那么二三百人 让这水给困在一小山头上 虽然在小山头上 那水摆马蹄子都给没了 眼看这小山头啊 也要平曹了 哎呦好紧张哦 他们举目再往远处寺外 这么一看 到处是船只是木筏呀 全都是你关羽的人吧 战将乘船只啊 军孝做木筏 温公亲自乘坐一只 湖头战舟啊 官平这才明白 我说父亲 无端让我造什么木筏呢 而且还越多越好 感情是为了这个呀 今天父亲是巧技水淹七军 操操那七路人马被俘的 无奇术淹死很多呀 所得的那些刀猫器械军需品 那就无奇代数 官平着急我这法子做少了 光装东西都装不下呀 现在已经把于晋和庞德给分隔开了 分头包围起来了 于晋看见官公那大船了 这只船直接就向他驶过来了 是越来越近的 这位于晋将军 吐着官公也共手 他什么意思 共手请降 七路军总帅 大将军于晋投降了 官公传令 让于晋卸去盔甲 吩咐人 把他捆绑起来 装入船舱 带我回去发落 然后官公领着人马 催着大船 就奔着庞德来了 官公心想 我再看看这个野小子 你的主帅于晋都投降了 你还抬衬站不站了 你那棺材呢 那棺材早让大水冲的没影了 庞德在这山头上够受罪的 怎么呢 下雨天本来天气就凉 下边水里泡着 肚子里还没石 身上还没衣服 您说这个滋味多难受吧 他手下的偏将 董超跟董恒一看 这没法打了 再说你看看 远处山头上的于晋将军 怎么上了人家官公的船了 哦 他大概投降了吧 咱们呢 咱们也就别废话了 董恒冲着他兄弟使了个眼色 俩人来到庞德的马前 庞先锋 咱不能打了 现在应该向官公请降 什么 喝 庞德一听这话 蹭的意思 那俩豹子眼就瞪起来了 请降 这话是谁说的 是我呀 还有谁 还有我兄弟董超 你叫他过来 东恒董超两兄弟往庞德马前一站 庞先锋 您有何吩咐 你们说降谁 是不是降关羽 正是 就是他 庞德用手这么一指 这俩人一回头 就在回头这一瞬间 庞德把那大刀一挥 一刀一个像削瓜切菜似的 把董事兄弟给斩了 再有言详者与其同罪 古人说 永将不切死 以勾勉壮士不悔劫而求生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良将不因怕死而逃命 烈士不能为了活命而失劫 我庞德是誓死不详